这个女孩太惨了 穿越进自己写的小说之中 却成了个要被男女主砍头的恶毒女朋友 其实她的人设很强 从小就是天才魔法师 甚至还练就了不死之身 凭借一己之力 成为整个帝国的威胁 可惜反派终将落幕 菲奥娜最后不仅被砍去头颅 还被裂毁人身 灵魂永远无法得到安息 不过这一切 将从原作大大穿越而来后改醒 此时正值13岁的菲奥娜 由于是私生女的身份 在家族中备受欺凌 眼下北方缺少魔法师 而发起了招募令 于是年幼的她被大哥与父亲坑起 花朵般的年纪 就成为了家族的牺牲品 作者知道凭借稚嫩的菲奥娜 是无法与整个家族对抗的 所以她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独自一人来到了北方的海人寺 见到了传说中最冷酷的大公亚伯 根据小说中的描述 亚伯是个冷酷无情的人 却也是男主最得力的老师 他本想在这里暂时待着 只要遇到男主 帮助男主完成剧情 他就可以解脱 好好享受一个人的生命 可亚伯见到他后暴怒的大吼 居然派个小鬼来前线 你们家就这么不把我放在眼里 看亚伯如此愤怒 菲奥娜又小的身躯止不住的颤 他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辩解 亚伯就直接下令将他赶走 可对他来说出的留在这里 他早已无处可去 看着亚伯傲慢冷漠的门 菲奥娜鼓足了勇气跟男人对戏 只要您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证明自己在战场上的价值 亚伯愣住 这丫头给他当打拔都不会 但是随后他又露出了笑容 答应了菲奥娜的邀请 因为他突然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 只有13岁的他 却被父母亲送上了战场 替整个家族的人去死 菲奥娜不想骗 可他有家不能活 只能祈求眼前的男人留下他 但殊不知男人表面笑嘻嘻 将他留了下来 实际上呢 转头就将他发配到了最恐怖的地方 一旁的住手都不禁担心 二城内如地狱般的彩造 女孩扛得住吗 亚伯可不管这些 他就是拿女孩去送给魔物当典籍 而此时的菲奥娜躺在床上休息 丝毫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命名 第二天 他如约跟着亚伯来到二城 虽然这是他自己写的小说 可亲身看到恶魔大军 菲奥娜也不由得一惊 果然如传说中的一样 这里简直就是人间猎人 亚伯看到菲奥娜一动不动 以为这小丫头被吓破了 谁知菲奥娜突然举起双手 绚丽的光芒从指尖流出 他开始迎创魔法 虽然是第一次使用 但他明显感觉到 源源不断的魔力从体内流出 刹那间天空乌云密布 亚伯本以为是飓风魔法 忽然间云层惊陷落雷 剧烈的雷电刺穿了魔物的身体 伴随着响彻云霄的雷鸣 所有魔物被吓得四散逃走 菲奥娜收起了魔法 同一时间亚伯激动地将他抱起 刚刚在他眼中还是废物般的小鬼 此刻却成了他眼中的珍宝 他抱着菲奥娜走上城墙底 接受着所有歧视的欢呼呐吓 菲奥娜见状询问亚伯 他可以留下来了吗 刚刚的行为应该证明了他的实力 亚伯俯身抚摸他的额头 对他说着欢迎来到海伦城 菲奥娜开心极了 亚伯虽然冷漠 却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 这之后所有仆人对他悉心呵护 这份久违的温暖让他十分幸福 可在随后的战斗中 让他险些被恶魔屠杀 却也因此碰上了他命中的克星 女孩是贵族家的小姐 却在家里过得像狗一样 反而来到战场上 被宠成了真正的宝贝 在这里 菲奥娜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经历了上次的大战魔物后 为魔法的他成了这里的英雄 可是战争不停 一个月后 四成又发生了被魔物入侵的事情 菲奥娜二话不说就去支援 可那里的残烈城 深深刺激着他的美丽跟神经 满地都是触目惊心的残骸 为防止魔物复活 他使用魔法清理战场 可一个倒在世山血海中的少年 引起了他的注意 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孩子 被魔物残忍杀害 菲奥娜感到无比的痛心 突然少年抽搐了一下 他瞬间吓呆了 难不成是诈尸了 当他冷静下来才明白 这少年还活着 他用尽力气将它翻过身了 竟诧异地发现 少年的腹部血流不止 如果不能及时救治 可能真的回天乏术了 就在这时 少年猛然坐起身来 周围的人大喊着威胁 连来一旁的魔物还未断气 挥出巨大的拳头朝菲奥娜砸去 他赶忙抓住菲奥娜翻身躲开 但少年已经无力再战 就在魔物即将再次进攻时 菲奥娜抬手释放强大电流 魔物瞬间被击溃 危机总算解除 他赶忙查看少年的状况 发现他再次陷入昏迷 这时菲奥娜终于想起 眼前的少年 正是他笔下的男主格伦 他就是上辈子成为皇帝后 将菲奥娜斩首的仇人 菲奥娜没想到 他居然会在此刻救了他一命 他顾不得考虑这么多 如果格伦在这里牺牲 整个小说世界就会崩塌 于是他赶忙将他送回公爵府 经过医生的救治 两天后他总算脱离了威胁 一直守在格伦身边的菲奥娜 看到他醒来 本以为他会向自己道歇 怎料格伦的态度十分嚣张 女孩救下了未来会杀死自己 没办法 谁让人家是男主 虽然他是小说的作者 但只要男主一死 他也会隔屁啊 怎料醒来的格伦非但不感谢他 还对他充满了敌意 就连菲奥娜出于好心的询问 你发烧没有 都被格伦一打隔开关爱的小手 于是菲奥娜一脱 只是轻轻触碰过他的伤口 就让他瞬间破坊 发出的惨叫响彻了云霄 菲奥娜心想活该 熊孩子还敢和姐姐叫他 其实菲奥娜能理解他的心情 格伦是皇族的私生子 每天都会面临着追杀 就连唯一的母亲都为他牺牲 小小年纪就颠沛流离 难怪会对任何人都不够清醒 这时亚伯突然进来 并怒斥菲奥娜 女才多大 居然敢把男人带回家 菲奥娜解释 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 随后看到亚伯可怕的表情 心想他还是闭嘴 对于格伦的道理 亚伯明显不高兴 但碍于他救了菲奥娜 他暂时允许他留下来养伤 不过他没好气地问格伦多大的孩子 当听说格伦年纪14岁 还是个拥兵时 亚伯不屑道 现在拥兵团都开始用未成年类 见气氛不妙 菲奥娜赶紧跟格伦适宜 面前这人可是公爵大人 但格伦心里却显示 这人不会也是坏蛋了 看他这副模样 菲奥娜调皮地戳了下他的脑 本意是想让格伦轻松一点 却不想看他的样子 感觉十分可怕 这下完了 他的举动深深刺激了亚伯 他一把将菲奥娜拎起 抱在怀里训斥了 你们打情骂俏还太早了 而在亚伯怀里 菲奥娜趁机表示 想让格伦留下来养伤 这是女孩第一次提要求 亚伯自然是答应的 不过他决定给这俩孩子 分成两个房间 毕竟放这么个小子 在菲奥娜那根据 他不放心 这个女孩杀疯了 居然要扒开男孩的衣服 看腹肌 可下一秒他又哭了起 因为他很自责 为什么他要这么残忍地对待你 女孩原本前世是小说的作者 只是随笔写了一句 男主格伦拥有悲惨的同意 没想到就给格伦带去 这么多伤痛 起因是今天医生爷爷 来复查格伦的病情 虽然格伦故意支开了菲奥娜 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脆弱的瘟 当衣服退去 谁能想到一个年仅十几岁的孩子 身上没一处好地方 可诊疗结束后 医生无意提起的人 让菲奥娜飞奔进到屋内 他着急地想要查看他的伤口 却被格伦一把推他 重重地摔倒在地 这一推女孩哭了起来 当他看到那满身的伤疤后 他为他的遭遇感到难过 格伦这才明白 菲奥娜并不是吃他豆腐 只是在担心自己 就在他诧异的时候 菲奥娜突然紧紧将他抱紧 他告诉格伦 他不该这样被人伤害 并在心里发誓 即便格伦再讨厌他 他都要像天使一样 一直守顾格伦身边 看到菲奥娜可怜的母亲 格伦故意开启玩笑 你是因为吃了我豆腐 所以才道歉了 菲奥娜怒了 心想这个小流氓真调皮 但他随即拖住格伦的脸颈 温柔地告诉格伦 我不会伤害你 格伦被他感动地羞红了你 却倔强地吐槽 你又哭又笑得好麻烦 虽然格伦嘴上没说 但他明显感觉到 格伦并不是很讨厌 在陪伴格伦养伤的日子中 两人从陌生人 慢慢成为了朋友 虽然偶尔会伴走 但菲奥娜很喜欢这种感觉 就在俩人日常斗嘴时 助手突然来报信 大批的魔物正在朝二城运 菲奥娜听后 立刻准备上前线迎战魔物 谁知格伦却紧紧抓住他的手 质问他这么弱小 为什么有残证 可他是魔法师 就该去对抗魔物 可无论他说什么 格伦就是不让他去 二城是最恐怖的人 他立声质问助手 难道公爵的手下都死光了 居然让这么可怜的小女孩上战场 公爵自己怎么去 助手背对得哑口无言 菲奥娜慌了 他这样说会被赶回去 这么萌的妹子 竟然要上战场去对抗魔物 任谁看到都要阻拦呢 可菲奥娜必须要去 她一个被家族赶到前线的人 格伦一个需要助所养伤的人 他们能待在这里 全是因为他会模仿 可以消灭魔物 所以公爵才会留下他们 毕竟这世上没有不求回报的善意 听到这些话 格伦松开了他的手 他问女孩难道不怕死吗 菲奥娜只是淡淡地说 如果他牺牲了 只能证明他很无能罢 可他真正顾虑的是 如果他不去前线 那他们都将被赶出公爵府 临走前他提醒格伦 要好好吃饭暗示吃药 格伦一脸无奈 可菲奥娜离开的那一刻 他还是小声地说了句早点 关上门的菲奥娜 没想到公爵竟就站在门外等他 看他脸上的表情冰冷 菲奥娜以为他在生气 赶忙道歉 谁知公爵将他抱起 叮嘱着在战场上 要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菲奥娜奇怪 公爵怎么变得这么柔情了 几天后 他们不出意外地打了圣仗 这期间格伦的伤势也完全康复 菲奥娜却十分发愁 痊愈的格伦 将没有了继续待在这里的理由 只是在回到拥兵团 他又会遭到非人的虐待 所以菲奥娜在想 怎么帮他呢 结果隔天 他就被公爵叫到办公室 问他是不是知道格伦皇子的身份 所以才将他留在二城 菲奥娜果断选择装神 不过看公爵的神情 似乎早就看穿了他的心思 不过他并没有拆穿 因为在他看来 这女孩太让他捉摸不透了 他有时天真烂漫 有时又比成年人还要冷静 同时还拥有强大的魔力 这样的人让他感到不安 所以他主动递给菲奥娜一把资料 让他代替自己去处理 拥兵扰民的问题 这里正好是那小子的兵团 你送他回去的路上 就把这事办了 面对残暴无情的雇佣兵 小萝莉轻轻一抬手 就将他们吓得屁滚尿流 他们做梦都想不到 面前这个弱不禁风的小丫头 居然有这么强大的魔力 菲奥娜无奈地表示 我本想和你们好好沟通 可你们就是给脸不要脸 为了让他们彻底畏惧自己 菲奥娜再次施法 无数雷电打在他们面前 被捆绑着的佣兵 像蟑螂一样来回逃窜 看着他们色缩的可笑模样 他也开心地笑了 此刻的他就仿佛公爵附体一般 宣读他们的罪行 格伦见识到他的魔力后 逐渐明白了 公爵将他留在身边的原因 菲奥娜宣读完毕 开始给佣兵进行最后的审判 摆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 要么光溜溜地滚出四城 要么就是砍掉他们的下领 菲奥娜全程微笑地说完这些 情绪没有丝毫地搏动 可佣兵们却如遭雷劈 他们不满地咆哮到 如果没有他们 四城早就被魔物吞没了 为什么要如此虐待他们 菲奥娜直接回怼他们 请他们过来对抗魔物 早就支付了足额的酬金 他们还从魔物身上 得到了不少财宝 本来就已经大赚一笔 居然还敢在这里放死 当然要好好惩罚他们 既然他们不肯选择 他就准备帮他们选 谁知就在这时 公爵大人如鬼一般地出现在他身后 他问菲奥娜 你准备怎样惩罚他们 菲奥娜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不是周围空气变冷了 而是公爵身上恐怖的气息 让周围变得寒冷 在得知菲奥娜给他们的选择后 他将菲奥娜高高地抱起 瞬间爆发凌厉的气势 无比冰冷地说道 愚蠢的人才做选人 这两种方式他们都该承受 他突然抬起右脚 狠狠地踩在了佣兵的致命位置 瞬间爆发一阵杀猪般的惨叫 他是帝国最冷血的公爵 面对欺压平民的佣兵 他抬起了那双可怕的右脚 而在公爵蹂躏佣兵的时候 周身散发的杀气 让怀里的菲奥娜都不禁冷汗之灵 随即公爵下令 将他们的关键地方砍掉 再把他们扔到城外去 随后抱着菲奥娜扭头就走 菲奥娜懵懵 这些都是人命名 怎么他们在公爵言 连蟑螂都不如 解决了这麻烦事 他开心地和格伦堆血 此时他问助手 为什么公爵会突然出现了 助手告诉他 虽然公爵表面冷酷 其实很担心他的安全 可他打死也不会相信公爵关心 助手耐心地解释他 公爵虽然挺变跑 但对菲奥娜的关心是真实 月久见人心了 以后他会明白 说罢助手就去买瑞银 菲奥娜也不想耗费免细胞 他此刻更想和格伦独 能和小帅哥堆血 还是最幸福的事情 此时的格伦 震出神地看着菲奥娜 突然他的脸颊微乌放 支支吾吾地开口 以后 你会不会来伺承看我 菲奥娜有心吗 盯着他迟迟没有回答 害羞的格伦直接扭头表示 算了不让你为难 你只是同情我爸 可就在他失望的时候 菲奥娜却紧紧地抓住他的手 肯定地告诉他 我每天都会来见你 感受着菲奥娜小手的温度 格伦的脸更红了 可这回轮到格伦沉默了 菲奥娜一脸尴尬地认诺人 只好心里默默鼠羊来打算世界 不过格伦却坚定地告诉他 由于菲奥娜住在海伦城 格伦没有地位没办 只能暂时委屈菲奥娜来看 但他一定会努力 让自己变得更有实力 亲自去海伦城见他 这是一个约定 可没想到 这个约定直到菲奥娜18岁那样 才真正得以实现 可菲奥娜却在这边 和他提出分手回到了王城 本该杀了自己的人 现在却爱上了自己怎么办 菲奥娜怎么也没想到 五年前他跟格伦的约定 一直到了五年后 他才真的如约前来 只是他来得也太不巧 魔物入侵 就摧毁人家的自信心 补槽新兵看见魔物还不猛 站在那里等着死 菲奥娜忍不住白眼他 在来他之前 他好不容易 如果他们够努力 就可以成为自己贴身护卫 这样的条件 让新兵们重获力量 现在全被他跌毁 不过看着成人的格伦 菲奥娜心里很欣慰 这些年一切都如他所想 格伦跟着公爵学习建树 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就是近朱者是近末者黑 他连带着公爵冷户无情的 坏习惯引学道 不过好在格伦长大 也就意味着他可以安心 将他交给女主 然后退居二线养老了 谁知这时公爵 却提出了一个条件 不要离开我 做我的女儿 喊我一声爸爸吧 菲奥娜当即就拒绝了 谁也别想阻拦他 接下来要百万的一生 公爵诱惑他 留在这里 他就可以继承他所有的家产 成为下一任女主人 但菲奥娜丝毫不为所动 其实公爵也知道留不住他 于是掏出他家族寄来的信 你也成年了 如果你有想去的地方 那就去吧 看着信封菲奥娜正主 那个把他撵出来的家 五年来从没有过问候过他一句 如今找他绝必没有好事 公爵也懂 他笑着提醒他 如果他有需要 他可以替他报复他们 当晚 躺在床上的菲奥娜拆开了那封信 这一看他笑了 果然那群人 只是想确认一下 他有没有死的前线 他的父亲病危 财产分割需要他的死亡证 免得他这个私生女 到时候再蹦出来分家产 要说这些个钱菲奥娜根本不想要 更别说家里的那些人也不会给他 所以比较好的方法 就是回王都 在放弃财产的保证书上签名 突然后门声响起 是格伦听说菲奥娜要走 他紧握他的肩膀 我不许你走 他真是最悲催的男主了 明明深爱着女孩 却被他当成了闺蜜 甚至是工具人 因为在菲奥娜看来 把男主交给女主 就是他最后的温柔 小说原作剧情即将开展 他作为配角也该落幕 可自从遇到了菲奥娜 格伦就深深爱上了他 为了能和他在一起 他成为了公爵的徒弟 努力地练习剑术 在战场上将一切魔物屠戮殆尽 就是为了有一天 能拥有足够的地位 可以和他永远在一起 但如今菲奥娜却说 他要离开海伦回家 甚至以后也许都不会回来 格伦不能接受 他紧紧抓着他的肩膀质问道 你忘了这五年一起度过的时光了吗 菲奥娜表示会写信给他的 可这不是格伦想要的结果 他以为他们之间的感情会不一样 殊不知在菲奥娜眼里 青梅竹马的两人 终究也会有分别的那天 格伦失望地将脸撇在一边 看着格伦这般不舍 菲奥娜不是不动容 可是如果他不走 连作故事就无法再继续下去 看挽留无果 格伦最后对菲奥娜说了句 你真是太无情了 但不论你在哪里 我都会去 你就在首都等着我好了 被格伦拥在怀里 菲奥娜心里说不上来什么感觉 事情好像朝他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几个月后 到了他离开海伦城的日子 公爵看着迟迟没有出现的格伦吐槽 而菲奥娜明白 这是那个男人无声地抗议 告别公爵时 菲奥娜真挚地向他道谢 如果不是公爵收留 当年那个13岁的小女孩 可能早就活不到今天了 只是回到家里的他没想到 心风血雨才刚开始 13岁的小女孩 被这家人设计送上了战场 原本以为女孩在前线死定 却不想如今女孩的父亲去世 分配家产时 菲奥娜完好无损出现了 几个人都看懵了 不过这次她回来 才不是为了什么无聊的财产争夺战 如果她想要钱 公爵那是要多少给多少 只是她的家人们可不这么想 次日 菲奥娜从阳光中醒来 一想到昨天看到她 两个哥哥和继母那副 丢了魂的模样她就暗手 不过她要抓紧 在放弃财产的保证书上签字 她可不想再卷进这里的纠纷 这时侍女端了盆洗脸水进来 动作大得差点恨不得泼她脸上 菲奥娜本不想追究 但仔细一看这水不对劲 闻起来还有骨酸臭的味道 这些人居然给她用洗抹布的脏手 看着眼前侍女嘲笑的嘴里 菲奥娜又气又好笑 忽然她想起 这女仆从小就欺负她 菲奥娜当即决定 钱不钱的不重要了 她要先出了一直在这里受的气 于是她一巴掌摔在了女仆脸上 女仆吃痛地捂着脸 她做梦也没想到 曾经任她打骂欺凌的私生女 现在居然敢打她 女仆立刻反击道 您等着 我去让夫人来收拾你 可她话还没说完 菲奥娜又一巴掌呼在了她脸上 这么个二连击下来 女仆再也不敢放肆了 而菲奥娜逼近她问道 现在知道自己错哪了吗 女仆终于哭着开始求情 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 直到菲奥娜说罢原谅后 她以为事情就这么结束 扭头就跑 想回去给夫人打小报告 突然后背一盆凉水泼了过来 你要去哪里 别忘了把这个处理掉 教训完女仆 菲奥娜换了身衣服打算出去 她反思着刚刚的发火 似乎鲁莽 格伦经常告诫她 她太容易生气了不够沉稳 这时背后一个声音响起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爽的大女主剧本 全程不恋爱脑双伤在线 小时候的她被恶毒家人 送到前线去死 却又活着回来决定搞死她 此时看着眼前嚣张跋扈的菲奥娜 菲奥娜心情愉悦得很 本来她只想放弃继承家产 离开这里不好她的日子 但从早上的一盆洗抹布水让她洗 到现在继母的冷嘲热乎 她点海伦城的公爵寄去了一封信 家里的一颗宝石她都不够了 但这些人也休想得到 而收到她的信 公爵又开心又伤心 开心的是这丫头好歹没忘了自己 伤心的是她一点思念之情都没停 果然是个让人猜不透的女孩呀 看着一副温柔可爱的样子 实则最是冷酷无情 对生活了这么久的地方说走就走 丝毫没有留念 就连曾被她真是不已的格伦 都被她扔在了这里 真是让人难过呀 公爵这样想的时 格伦推门而入 看见非奥奈的来袭 她立刻拿起来看 却发现对她也是只字未提 公爵打去她 别看了 压根就没提你 格伦却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因为不论非奥奈如何 她都会去见她 看她如此坚定 公爵不得不提醒她 作为皇室的私生子 如果想要被皇室认可 就一定要做出足以震撼到 王都人民的战绩 格伦深知今后的道路会坎坷 或许从前 在报仇和安稳的生活间 她无法做出抉择 但如今非奥奈在王都 那她也要义无反顾地前去 只是格伦的这份心意 连在王都的非奥奈并没干 她想的是 再过不久 公爵就会带着男主格伦来到镇 斩杀了大龙的格伦成为英雄 接下来小说中的女主尤尼斯将会登场 相比见格伦 她更想见见传说中的女主 不过在此之前 看着手中有关家族涉嫌贩卖非法药品资料 她找到了最看不惯她的二哥 二哥是这场家产争夺战的烈士方 她需要一个杀手锦 踢掉大哥 成为继承人 那非奥奈就给她这个机会 大哥和父亲贩卖非法药品 二哥是个欠了一身债的补兔 继母又在外面找了小情愿 就这么个家庭条件 非奥那时一天都不想待 更别说他们还害得自己差点死掉 于是拿到了大哥犯法的证据 他转头就交给了二哥 现在父亲去世 俩人为了争夺继承人资格闹得正欢 非奥奈要借助二哥踢掉大哥 在花言巧语一番 提出他真的对分财产不感兴趣 如果可以 希望二哥成为家主后 能将他从户籍中除名 这样最后他再举报整个家族犯 完美地把这些人一窝端了 还将自己撇得干干净净 就这样 拿到剔除名单那天 非奥那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对着迎面而来的继母一巴掌 下手之重 打得继母帽子耳环全掉了 跌坐在地上 继母这块脑瓜子嗡嗡的 怒斥非奥那怎么敢对他动手 可伴随着外面皇家军队的触动 非奥那笑了 大哥和父亲贩卖为尽物比 他们就是来抓你们的 是我 向皇宫举报了他们 下半辈子你们都在牢里过吧 说吧还扬了扬手中的踢出名单 从小他就没享受过 这个家的半点温暖 那走的时候就更是肆无忌惮了 只是他也有些心疼 想对真正的非奥那说句抱歉 作为作者 他随手写下的东西 却让人物遭受了这么多屈辱 而另一边 终于将大龙屠杀的格伦摊坐在地上 现在凭借这个攻击 不用多久 他就可以回到他的故乡 还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王子之位 想到能再次见到非奥那 他的心就砰砰直跳 不过他突然想到 这么多天了 非奥那会不会已经不再王都了 这是公爵神秘一笑 可怜的徒弟 为了你 我特意在那里留了份秘密武器 女孩在家里是个被人欺负的小可怜 但出了家门 他却被大陆第一强的男人宠成了小工具 非奥那看着眼前富丽堂皇的府邸 感叹亚伯还真是有钱了 只是他作为来视察工作的工具人 怕是会被庸人们不欢迎 谁知大门一开 欢迎非奥那小姐来到海伦府 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真诚的笑容 管家赛琳更是热情地向他做着介绍 之后带他来到最高级的房间休息 和端上了他最爱吃的饭菜 非奥那一边吃一边感叹 这里的人也太好了吧 不过转念一想 他来这里是有任务的 当时说回首都 公爵就拜托他顺便来这检查一下账目 可瞅着赛琳拿出提前就准备好的账目 非奥那正主 好家伙 这么厚 但他天真了 当晚 他的桌上就落满了一桌的账目 显然 没得撒俩月他是看不完走不了的 非奥那忍不住吐槽 那家伙难道是自己不想看 所以才派我来的吗 错 公爵明明就是故意的 替他的宝贝徒弟争取时间 好杀完大龙回到首都与他相见 眼看事已至此 非奥那就想好好干早点走 可他又天真了 赛琳作为潜伏在他身边的绊脚石 隔天就拉着他出去逛街了 说现在是赏花的最佳时期 原本非奥那不想去 无奈心太惹 赛琳一抹泪 他就答应了 不过坐在马车上 看着外面的落花满天 非奥那感到此时的心情无比安宁 于是下了车 他独自一人来到公园散心 这里惬意的生活 让他不禁觉得穿进了自己写的小说 似乎也不错 不过他到底给原作 设计了几个主角和配角来着 他一边往回走 一边掰手算着 突然迎面走来一个男人 俩人生生地撞了个满怀 非奥那一抬头 小姐你没事吧 这么帅的男人 可惜却是个大反派 不过见到他的第一眼 非奥那并没认出来 只是沉浸在了这份盛世美联中 并且自动归纳有着如此俊美外伴 肯定是个重要人物 只是他想不起来试试 突然他发现自己撞掉了男人的领带夹 于是一边道歉一边弯腰去紧 谁知只见触碰的瞬间 领带呼的红光乍现 吓得非奥那一阵赶紧扔了出去 而男人在一旁解释道 这上面不是普通的宝石 而是能与魔法师产生呼应的模式 说吧男人眼神骤变 看来你是个魔法师啊 并且从魔石的反应来看 你实力很强 非奥那不想暴露身份 于是找了个借口就想开溜 结果男人却在身后自爆加门 我叫克洛 你叫什么 克洛这个名字让非奥那如遭雷批 他终于想起男人是谁了 只见非奥那极力掩饰慌乱 努力笑着回应 我叫塞琳 然后淑女的告别 可却忽略了一个戏子 克洛自我介绍时紧紧说了名字 他却在名字后面加上了侯爵二字 这显然说明非奥那在此之前就认识男人 而这也不能怪他大意 只能说这个男人对他来说太重要了 原作中 非奥那之所以会成为大反派 全是拜他所赐 克洛作为小说中的男儿 对女主尤尼斯深情满满 对别人那就是心机满满 非奥那叹息 都怪他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格伦身上 以至于忘记了克洛的存在 但是根据原著剧情 还不到克洛出场的时候 非奥那不管 实在不行就把克洛暗杀掉 只要将所有导致他成为反派的角色杀掉 他就能一直做个善良的人 而此时克洛看着女人离去的方向沉思着 他逃得还真快 男人摔到女人见一眼就想给他生猴子 可往往倒贴得没难度 看着刚刚非奥那离去的背影 男人却笑得意味深长 他似乎认出了自己 只是表情很奇怪 不过克洛不在乎 非奥那表现出的强大魔力 让他十分感兴趣 想为己所用 赛琳是吗 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而此时对着毫不知情的非奥那 还沉浸在漫天的账本中 他现在可以肯定 公爵就是故意的 把他当牛奶使怪 这时赛琳敲门进来 他想带小姐去一个地方 于是他们便来到了礼服地 被打扮着的非奥那小脑袋们是瘀活 为什么突然就要来买礼服了吗 还是原作中女主由尼斯爱来的店铺 还记得小说中 女主和男二克洛出见就是在这家店 而且现在的剧情发展让他感激过来 似乎在朝另一个方向进行 他正琢磨着 突然赛琳将他支了出去 说有话要跟服装店的人安眠 而百无聊赖的非奥那 只好在街边的咖啡店打发时间 夏日炎炎 喝点冰镇饮料真是让人心情愉悚 可就在非奥那高兴至极 真巧啊 我们又见面了 只见克洛的脸 赫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要说缘分来了真是挡多挡 昨天克洛还在想办法找他 今儿就偶遇了 非奥那却下得赶紧起身 他想逃 但克洛拉过他对面的椅子 已经自顾自地坐了下来 眼看是躲不掉了 非奥那开门见山 问他找自己是有事吗 他才不信他只会闲聊这么紧 果然克洛直接两道 表明了想拉拢他的意图 我想让你留在我的身边 说吧 你想要钱还是想要名誉 可还不等非奥那开口 那可不行 他是我的人 这么帅的白毛工具 却有个喜欢让人叫爸爸的癖好 可把非奥那烦的呀 虽说他的出现 暂时缓解了他的窘境 不然今儿估计会被克洛缠半天 但现在新的问题来了 眼看这俩人中间火花四溅 非奥那有点慌 赶紧拉着公爵问 您来这里是有什么事吗 亚伯神秘一笑 我把恶龙抓了 你还没见过人吧 非奥那汉爷 我是原作者好了 打大龙的设定就是我写 这时公爵突然画风一顿 问对面的克洛在这待着他们 言下之意是他可以滚了 不过克洛也不是吃素子 他笑眯眯地说 自己找赛琳有点事 一听赛琳公爵笑 隔着这小子连非奥那的真名都不知道 此时克洛问二人是什么关系 只见公爵将手搂在非奥那的肩上 正式介绍道 她是我的女人 这话一出 女人惊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 看得克洛心里也明白了这 再加上红眉听说过公爵结婚生 这很明显是矿大 不过他时去地先走了 而等他走后 公爵说明来意 他要继续将非奥那留在身边 谁知就在俩人说话间 固然人群中骚动起来 似乎有魔物入侵 非奥那立刻拉响警备 周身燃起光电 公爵却按住他 你先别急着动手 随后指向不远处 非奥那你看清楚 那可不是什么可怕的魔物 而是追着你来的傻小 看着身弃白马的格伦 非奥那正在了原地 从小就形影不离的二人 这还是第一次分开这么久 后再见 好像也正因如此 此刻的格伦在非奥那里动 看起来变得更高更气宇宣傲 还比分别的时候更成熟 但没高兴两秒 她是反派角色 却好像跟男主建立起了 超出正常范围的等情 不然无法解释 格伦不远万里来到时候 更重要的是非奥那非常确定 她在原作中并未描写 男主打了大龙胜利游街的场 这就意味着那些 原本她熟知的剧情 将会朝着意料之外的方向发展 最终的结局 如何她也不得而知 这样的想法 让非奥那不禁担忧起来 当晚大雨胖途 一个男人浑身湿透的出现 格伦埋怨着白天公爵 这么大张气鼓 非奥那笑意满满地向她走 女人只是一句问候 就让刚刚还怨气冲天的男人红了你 真的是她 我很想紧紧抱着她 可还不等格伦的拥抱行动 非奥那的手就已经轻抚上了她的脸颊 随后她贴心地地上毛巾 提醒男人即便现在是春天 临了雨不擦干也还是会感冒 格伦听话地敷衍着擦了两下 算是意思意思 非奥那却一把抢过毛巾 摁住男人坐在板凳上 仔仔细细地帮她把头发擦干 殊不知她的行为 让格伦想到了最后一次见面 他们成人后的第一个拥抱 这丫头 到底要我把她怎么办的 而非奥那一边擦 一边询问格伦打大龙是不是很惊 之后更是看着她的侧眼 露出一副老母亲 看着好大儿终于长大成人的行为模样 虽然好像有点晚了 但真的辛苦你了 你真的很了不起 女人突如其来的拥抱 让男人停了半开心点 眼看非奥那抱完她转身就要走了 格伦当即搂住她的腰肢 毫不犹豫地将她揽入怀中 多少个日日夜夜 从分别的那刻她就没停止过想念 格伦 非奥那看她光抱着也不撒手 于是轻换了生她的名字 谁知格伦抱得更紧 女人只想帮助男人搞事业 谁知这该死的魅力四处释放 静整的男人只想跟她搞对象 此时更是久别重逢 抱着她不肯撒手 因为这次格伦追着女人来到王都 打定了主意要将她一直留在身边 于是她主动问起 非奥那今后的打算 当听到她说要替公爵办完事 在找个地方买个房子养老时 格伦笑 女人虽从不愿向他人展开心扉 却也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心软 所以她无法做到真的抛弃那些她看重的人 而也正是拿捏了女人这一点 公爵将她困在了王都直到二人前 格伦也向她提出了个请求 我要你待在我的身边 你说过的吧 只要我需要你 无论何时 你都会出现并且帮我 非奥那不懂 在她看来 这会顺风顺水的 即将走上人生巅峰 哪里还需要她来作陪 况且公爵也在王都 原作中 公爵会一路带着男主走向成功 只是她低估了她的存在 对男人而言 简直是生命里唯一的蜀光 少了她 格伦甚至都不能确定 自己是否可以保持人的斯文 这是非奥那灵光一生 想到个完美的拒绝灵 说不定你就要遇见 美丽又温柔的真命天女 爱情会给你的精神带来知主 眼看女人丝毫没有要为自己留下的意思 格伦沉默许久后 转身要走 好吧 看来你现在已经厌烦我了 没事 我能理解你 毕竟很多人都反了 如此沮丧的话让非奥那慌 看着格伦一副委屈失落要哭的梦 他的心软病又犯了 你别走 我答应你就是 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得逞的格伦微微一笑 女孩出生在贵族之家 却因为私生女的身份 每天都过着被人欺辱的生活 但长大后 失去的幸福以另一种方式回归 帝国目前最强的男人非要当他吧 帝国未来最强的男人非要当他老公 而原著小说的主线故事 也随着皇室舞会的开始 正式拉开了序幕 当天 非奥那一袭宝石蓝长裙 衬托得他量力万分 让前来迎接他的格伦看赏 不知不觉 他们已经斗扣年五 陪伴到彼此长大成名 今天公爵将会正式向大家介绍 非奥那成为他的养女 格伦也会因打大龙的战绩 被皇帝任何为皇室之子 不再是那个流落在外的私生子 只见公爵早早就在楼下抖 谁知楼梯太滑斜根太高 眼看非奥那就要滚下去之际 格伦在左 亚伯在右 传来 非奥那 你怎么不小心一点 哪怕之后被公爵扶着 他也在不停地盯住 马车上 公爵打去非奥那 听说你要留在王都了 看来你上了那小子的当啊 女人无奈 他也知道自己被套路 只是他总不能让朋友伤心吧 亚伯借机指着他认真说道 不管怎样 从现在起 你的名字就叫非奥那 海伦呢 来 叫两句爸爸听听 非奥那头一名 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另一边的舞会大厅 贵族小姐们迫不及待的八卦 据说今天那个私生子也会来 还有海伦成一个强大 却残忍的魔法师 女人们吃瓜吃得起劲 还不忘问身旁的红饭呢 普利小姐 您对这些传闻怎么看一看 这时普利红唇一笑 瞧 他们这不就来了吗 不过就在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要点的格伦吸引去时 普利的视线 却直勾勾的盯着非奥那 如果你看韩曼 却没看过这个 就是错过了宝藏 非奥那绝对是众多韩曼中 必须拥有姓名的女主角 忘记先前剧情的宝贝 可以戳下面合集 复习一下男主追妻的进展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第二集 还记得舞会上 这个红发女 在所有人都盯着男主看时 她的目光却在非奥那身上吗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反派之间的互相吸引 红发女名叫普利 是一个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的坏女 连作中 她一眼就看上了人群中的格伦 想发展爱情线 为此 她百般阻挠女主柔弥斯 可作为反派 她的结局只能是game over 而反派见反派 简直是她相遇不知 没来由的就觉得亲切 非奥那小脸红红 被美女直勾勾地看 还怪不好意思的 不过她躲避时不禁好奇 这好像跟小说的情节发展 不太一样吗 这时坐在高位的皇帝发话 格伦 过来吧 作为父亲 我真为你感到骄傲 虽然先前她对这个私生子 没什么好感 但如今她居然厉害到 可以斩杀大龙 那这么好的宣扬 帝国伟大的机会 老男人怎么会错过 快 拿出你的战利瓶 给大家瞧瞧 完事后她当众承认了 格伦皇子的身份 并正式册封 非奥那听着众人的 祝贺声不屑一步 这些贵族 明明心里都嫌弃 格伦的出身 表面装得还挺好 只是那边的皇太子 摆着个臭脸 莫名多个竞争皇位的 她的不爽全写在了脸上 非奥那才不管这些 她一边鼓掌 一边冲着远处的 格伦对嘴行 真棒 万千称赞 不及女孩一句夸契 格伦瞬间羞红了脸庞 身旁公爵见状打去 你们两个还真会玩 之后宴会上 就各种推背换着 无论是格伦 还是非奥那 身边都围着一群 是好或者八卦的人 不喜欢这些应酬 非奥那独自来到窗外吹风 突然哐当一声 引起了她的注意 随后就听见一男的说着 别再拒绝了 你就接受我吧 当看见女孩 在被流氓纠缠时 你会girls help girls吗 眼看对方拒绝 CPD第后要走 男人拉着她的手 甚至都要霸王硬上弓了 非奥那立刻现实 狐狸小姐 原来你在这样 你父亲有急事找你 你赶紧过去一趟吗 见好事被打断 男人怒气冲冲地质问她是谁 此时非奥那恭敬地行命 自报家门她姓海伦 心想就算你是皇太子 怕也是不敢动海伦家的人吧 果然男人明知 她就是来讲世 却只能愤愤然地离开 狐狸姐姐笑得迷人 谢谢你的帮助 非奥那努力压制住 内心的花痴本心 提一俩人还是多走两个 等到了宴会厅再分开吧 省得皇太子杀个回马枪 而当到了大厅后 他们重新行了礼 做了自我介绍 算是认识了 普利主动提出邀请 过段时间 我会举行一个小型查话 我能邀请你吗 应该能帮你早日融入社交圈 别人都这么说 再回绝就不礼貌 于是非奥那同意 只是普利的接近 绝不单纯 另一边离开后的皇太子 喝着酒 撒着气 其实她对普利是好 主要是想得到 女人背后家族的支持 再说了 让她当个皇太子最不错 竟然这么不识好歹 不然皇太子的目光 被非奥那吸引 哎呦 现在看看 她长得也很漂亮 一双银发在帝都更是省见 并且皇太子很确定 海伦公爵未婚未孕 那这个自称海伦的姑娘 一定是个私生女 就算玩弄完 抛弃了也没关系 就在她快乐弯弯之际 格伦走了过来 问她干嘛呢 看什么呢 反应过来的皇太子 不然作死 对了 又喜欢红发女人的性感妖容 又喜欢白发少女的清纯可爱 可就在她打听白发少女的消息时 殊不知危险已经悄然来临 您为什么会对她好奇呢 没听出男人语气中的冰冷 皇太子还在那儿论呵呵地表示 这小妞挺漂亮的 所以想待在身边玩了 只是她话音刚落 格伦就呸了她一口 您的理由还真是让人恶心 皇太子瞬间炸毛了 心想你一个私生子 在这扯什么犊子 她挥舞着拳头就想教训格伦一番 结果拳头被死死握住 大哥 您用力啊 是刚刚没吃饱饭吗 随后她扯过男人衣领 一个过肩摔 就摔了她个屁股多了 我警告您 哪怕是皇位我都不稀罕 在这个世界上 我想得到的只有一个人 如果有人胆敢动她 不管对方是谁 我都会让她死得很难看 而对这一切毫不知情的非奥呢 夜深人静 倒满红酒 准备小酌一杯 缓解下白天跟皇太子的不愉快 这时格伦的声音响起 她一进门 就闻到了浓郁的酒精 还不等她开口唠叨 少女一把将她扯过 快陪我一起 我们好久没喝过酒 面对这个妖气 格伦既开心又伤心 她真是没把自己当外人 大晚上的一个女孩 竟然拉着男人回房喝酒 看格伦光傻站着不动 非奥娜这才注意到 她的衣领似乎被拉上 你是不是又和别人打架了 她本来就是开个玩意 怎料男人点了点头 不过提到衣领 她下意识地摸摸 觉得很不舒服 于是弯下腰来 非奥娜 你帮我解开吧 格伦从小就不喜欢 勒脖子的装饰 但这气氛怎么忽然有点暧昧 难道是要 她拿她当儿子养 她却想跟她谈对象 明明衣领太紧 自己弄弄就可以 她非要凑定女人 你帮我 顿时气氛暧昧起来 即便非奥娜神经再大挑 当一个男人 如此深情款款地注视着你时 试问谁不心虚 于是她眼神躲闪 快速地给格伦解开 而脱掉了外套 俩人喝着小酒 女人兴致满满 男人却一个劲地担心她不要喝多了 并提醒她以后 绝对不能和黄太子走得太紧 但对刚刚俩人battle的事只字未啼 结果她话音刚落 非奥娜就喝大了 格伦 你为什么会有两张脸 然后就趴在了桌子上不省人事 看着喝醉了的女人 男人二话不说报警 她身上气圆心脾的味道 她近在咫尺的容颜 她熟睡到没有一丝防备的目标 无疑不让男人的变怒懵懂 不过将她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 有时候我真想敲开你的小脑袋瓜 看看里面装了什么 明明从没想过在我身上得到任何好 可第一次见面就对我那么好 吹掉蜡烛 没有偷偷摸摸的晚安文 格伦简单地关上了门 希望你做个好梦 我最珍视的姑娘 隔天 非奥娜坐在马车上愁眉不展 她担心她的好大人 会在皇宫里受欺负 公爵打去道 她不欺负别人就不错了 她还是先想想 待会儿的五大家族做谈会 这将是非奥娜 正是以海伦家继承人的身份出场 相信她的出现 肯定会遭到质疑和反对 所以进会议室前 公爵告诉她 一会儿不论别人说什么 无事就好了 想做什么说什么 按自己的想法 并且五大家族里 他们家支持格伦 有两家支持皇太子 另外两家算是中立 而在这里 她也不出意外的 又一次见到了先前的红毛 她一进来 她就直勾勾地盯着她 见女人第一眼 她就想要占预她 因为她是唯一一个 看到帅气的自己 却扭头走掉的女人 呵呵 有趣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是叫赛琳队吗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结果都不用她找 隔天俩人就相遇在了咖啡店 只是克洛刚发出CPDD的邀请 就被另一个男人打断 他说是女人的把 撵走了想要扯关系的克洛 而打着之后 俩人就再没见过 但没想到今天克洛居然又见到 这个辽伯他心田的女孩 可他的名字不再是什么赛琳 而是菲奥娜 海伦 掌握着北方命脉 海伦公爵家的继承人 克洛金的下盒子都要掉了 不过另外几个家族的大佬 还是问题连着问题问 她是您的亲生女儿 她是哪个家族的海 当得知菲奥娜不是亲生男 出生于一个有前科的小伙爵家 还是私生女后 瞬间不干了 尤其是站队皇太子的欧斯特公爵 立刻咆哮起来 海伦公爵 你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吗 我不认可这么一个人 来当帝国五大家族的接班人 一旁的菲奥娜见状嘴角呆行 他非常理解反派 看不惯他的心情 怎么着他也是原作的作者大大 这些人物咋想 还不都是他一句话的事吗 于是他故意抛出诱啊 问他要怎么做 才能证明他的人 足够胜任海伦家继承人一职吗 必听这 欧斯特公爵打起了小算本 表示海伦城是帝国的盾牌 想做那里的领主 肯定得打得过魔物 他提出条件 只要女人能在狩猎大会上获胜 他就闭嘴 在他看来 菲奥娜就是个花子 估计见个蟑螂都会哭 殊不知他的提议 郑重女人吓唤 菲奥娜毫不犹豫地就许下沉默 我会获胜的 您放心吧 这时克洛跳了出来 说他会替这场赌注当见证 菲奥娜本以为成功搞定了这些大王 谁知上个洗手间出来就被赌了吗 他长得很帅 却是个变态 竟然堵小姑娘的厕所门 女人看见他吓坏了 重点是他还深情款款一张领 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遇见 你不是说你叫赛琳吗 李时菲奥娜想的事 既然真是艾迪罗 他要是敢绑架他 他现在就给他废了 幸好男人失实误 收回了先前想跟他出CP的话 毕竟海伦家族的人 不是他能招惹 男人能这么轻易放弃纠缠他 对菲奥娜来说再好不过 因为原作中就是他 害得自己沦落成反派 临走前 男人还送上了他的香吻 祝你在狩猎大会上取得好成绩 女人一边笑着感谢一边暗自庆幸 终于不用想着怎么暗杀他了 这时一双手伸了过来 然后用力摩擦着他的小脑袋 抬头看去 只见是公爵来找他一起恢复 他称赞他的宝贝女儿真棒 还会故意引导给对家下套 菲奥娜也不藏着 那些老家伙不知道他的实力 还以为他是个花瓶 那就正好拿下狩猎大会让他们闭嘴 公爵这会儿真是越看他越醒 就叫我一生父亲吧 实在不行叫爸爸也可以 再不行叫爸爸也OK的 女人听到这就走 他说过他不愿意 突然公爵停下了 一脸的悲伤 好吧 你要真不想就算了 之后废话不说地快速离开 这下换菲奥娜慌了 他好像真的很难过 要不然就叫他一生父亲呢 过了几日 格伦在叫场训练 对比他的气势汹汹 陪练的全都有气无力 心里吐槽着这是什么怪物 体能也太好了吧 殊不知这丝根这亚果 早就染得一身腹黑血气 而就在格伦挑衅 没一个能打的事 随从禀报 有客人来访 男人一脸的不耐烦 他说过 训练时不喜欢被打扰 让那人哪来都回哪去 随从笑了 好的 我会向菲奥娜小姐 转达您的意思 她是放荡不羁爱厮杀的少年 却在听到女孩来找她的消息时 立刻站放出最甜的笑蜜 然后跑去喜香香 她可不想一身臭汗熏跑菲奥娜 而当真的见到 心心念念的姑娘时 她的心都要化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菲奥娜却在埋怨 她是不是早就知道 她被人称呼为冬天的水库 男人擦了擦身上的水池 表示在海伦城 确实有人这么评价 很快就会讲 原本她很担心 格伦在这首期 现在一看 她至少是受女伦们欢迎 于是放松心态后调课 仔细听听这个称号 我还是挺心动的 谁知格伦听罢脸色骤变 问说这话的人是谁 既然她能让她那么心动 那还要去谢谢她 丝毫没察觉到 醋意的女孩笑着 那她认识普利小姐吗 男人不认识什么 却听懂了小姐的后准 是女人的话 她就不去道歉 之后她眼睛直愣愣地盯着飞奥 她那女孩有点糟不足 裹开了她的对视 这时格伦问起了狩猎大会 她听说了她要参加 甚至决心要获胜的事情 其实她也要去这场 飞奥娜惊呼 那他们就是竞争对手 等了男人存在意义 我想过打扮黄太子和其他骑士 却没考虑到你 只要你不让我参加 我就不参加 毕竟我和你情同手足 所以我不能成为你的对手 明明在社交界那么普通的文手 飞奥娜却红了脸庞 她抽回了手 尴尬的边笑边语无伦次 让男人千万不能不去 这可是她展示实力的好机会 如果她有喜欢的人 还可以表现得帅气一些 作为小说作者 飞奥娜深知在这次狩猎大会上 男主会遇到女主 男人喜欢她 她却拿她当儿子 可真当听说儿子有了喜欢的人时 她心里又有点不好说 迟钝的飞奥娜没发觉 自己的感情早就不单纯 很快到了狩猎大会那天 女人高兴地欣赏了风景 回头去看亚伯使 男人烦躁地扯的衣礼 在北方生活惯了她 捕槽这里也太热了吧 她让宝贝女儿赶紧抓个高级魔物 随便当个第一就行 这时帐篷外传来女生 只见普利笑着向二位打一招 她有悄悄话来找飞奥娜来 原来狩猎大会有个风俗 男人们都会把受到的猎务 送给心爱的姑娘 普利是皇太子盯上来 但她才不想搭理那个渣男 所以她就拜托飞奥娜 能不能把抓到的魔物献给她 并且她相信 一定会是她获胜的 因为她听过她的传闻 海伦城冬天的守护者 作为交换 普利愿意帮她铺平在社交界的轮 要知道亚国战队格伦 那就是公然跟皇后皇太子 道士菲奥娜 肯定会在社交界上被皇后刁难 这么一合计 菲奥娜牵过对方的手 小姐 我会让你成为大会者 收到最多魔物的名字 之后占敌一行 众人策马奔走 看得菲奥娜直呼好家伙 突然她身旁的侍卫大叫起 小姐危险 女人的上空盘旋着一只魔物 但她面不感色心不明 仅仅是打了个响指 伴随着风龙声和火灵四射 魔物瞬间被击溃落下 这是菲奥娜第一次 在外人面前展现时 她想的是 再这用火系魔法还是不安全 容易引起火灾 可先前跟她打赌的老男人见证 立刻有了危机感 这样下去我就会输给个丫头片 不行 我要换个地方狩猎 带着侍卫 他们去了禁区 那里有高级魔物 当然 后来几人小命差点交代在她 而察觉到他们离开 一个男人跑来搭讪 作为小说中的反派 她的存在就是帮男女主加固爱情 最后脑袋被男主用剑砍枪 心脏被挖出来刺穿 身体被烈火焚烧 灵魂跌入黑暗穷素痛 而这一切 其实都源于男二 在男二见到菲奥娜的第一眼时 就看上了他身上强大的魔力 想利用他操纵黑暗 那是种谁都没见过 只听过的神秘力量 但凡他出现过的地方 魔物会变得格外凶刺 并且只要是跟他沾上关系的 都逃不过一个死 不过有那么一个人除外 那就是男二克罗 他小时候曾目睹过黑暗现身的瞬间 却并没有死掉 但这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必须靠佩戴加工过的魔石 才能尽可能地降低后遗症带来的威马 于是为了完全消除后遗症和黑暗 他一直在寻找 直到将目光放在了菲奥娜身上 只是菲奥娜不仅没能驾驭那股力量 还遭到反噬 沦为了反派 性性这些都是原作剧情 当作者大大穿到自己的书语 怎么可能任由悲剧发生 你看他书中的男主 带着醋意地走 问女人在这聊啥呢 他不是跟别人有比较 要赢今天的狩猎大会吗 怎么还这么闲 在这坎大天 可就在三人谈笑时 突然一声号角吓了他们一跳 这是结束的讯号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想起 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 果然 从其他人抓回来的魔物来看 牙和指甲都变得更大更硬 而这种变异只能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黑暗出现了 眼看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亚伯让宝贝女儿先撤 怎料菲奥娜来劲 这磨刀的好机会 他怎么会错过 他要去战斗 谁知他当跑没两个 便遇到了心心念念的女子 勇敢又漂亮的尤尼斯 终于登场了 这个女孩太惨了 穿越进自己写的小说中 却成了为男女主 爱情献祭的跑灰 但她通过四十话的梦 一步步坐上了女主的位置 不仅俘获了男主的方形 还让男二对她倾心 冷腹公爵 非要当他买 只是都四十话 书中真正的女主也被出现了 看着尤尼斯全神贯注的 为伤兵了 菲奥娜两眼放肩 不愧是她底下的女主 危难时刻 别人都走了 只有她勇敢不信 她真了不起 这时尤尼斯也注意到了 魔物正在靠近 你不能在这 说话间 地魔物果然张开血盆大脑 就要啃下女主 关键时刻是菲奥娜怀中暴露 发动电击魔 给魔物小可爱玩了个烧火 你没事吧 她有些慢的问题 你到底是谁 她教书回来 原本书里会厮杀的脸 势必会死一个的结局 这会似乎从了好几次 与治疗伤怀 火拦守护 和魔物数量之同大 根本杀不完 想到刚刚骑士们的队 王室的志员 还要红姐才到 菲奥娜就佛大 突然她点火照明水发现 这些小可爱好像怕火 她想到一个有些疯狂的对击 但她走神之急 魔物冲向了尤尼斯 她想救 却没反应过来世 俄伦就率先英雄救命 可不客气 又互相转身离开 这让菲奥娜很遗憾和不紧 可遗憾中还带着连续调息 其实她以为她心如直属 殊不知早就掀起连绿 不过比起情情爱 现在击碎魔物才最重要 之后便见伴随着晚茶的一刀 刀的众人吃惊不已 尤尼斯 她很担心菲奥娜施法会出疑问 却在见到火焰中的女人后病了 她银色的长发和红色的火花 一起挑衍着 被火光照亮的她显得那么多 要是一般人早就被烧焦香了 她这副异于常人的模样 真让人害怕 但除去害怕 还有一种致命的魅力 而那天过分 数不清的礼物披头盖了 人们畏惧强大力量 却也不耽误他们到大了 菲奥娜是彻底一战成名 看着那些来自社交界的情子 她叹了口气 女人一美 就容易被渣男惦记 作为小说中的第三美 普丽正在被逼婚 皇后努力推销着 自己的烂尾无道 像你这么有魅力的人还不结婚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你觉得我儿子伊诺怎样 我看他对你好像也很难 但皇后的小心思 你太清楚 想让他当皇太子飞 拉拢一直保持中立的他家 他才不会入逃 于是他也还有很多地方不足 并且婚姻大事 要听父母的威力 暂时婉拒了皇后的好 只是这样的借口 还能用多久 想想身边试婚的男亲民 也就克洛和格伦能录的聊也 却不想想曹操曹操就到 他偶遇了要一起进攻的 格伦和飞奥呢 可不论是打招呼 还是聊天寒暄时 男人的眼神 就没一开过身边的女 苦力敏锐地察觉到 他喜欢她 他不禁调堅 真羡慕您不用为寻找 结婚对象而哭闹 说不定之后 在皇后殿下举办的舞会上 会发生很有意思的事 被戳破的格伦修红阵 偷偷转身 不敢再与女人对视 但对菲奥娜来说 他从不认为爱情两次和她有关 即便这次舞会 就是变相的详情大伙 他也不觉得和她变成的同情 所以她依旧选随亚伯做 而到了宴会当天 她的出场 更是立刻引起全场交流 见亚伯来了 皇后甚至亲自来 不过不是出于爱 他们是老冤家 一见面就各种抢 话里话外都希望准备 晚上躲在被子里 就在菲奥娜家在中间投大之际 格伦及时出现 不好意思菲奥娜小姐 你愿意和我共度舞会的时光吗 亚伯率先挡在了前面 我不同意 菲奥娜心想此时不溜更待会时 她推开了她 明确了她心意的鼓 牵起她的手 真高兴 这将是我的容器 而她一想 她的心竟然有些受别 说好的当好大人 一切似乎都变了 之后她们携手回去 女人路上抱怨着 为什么要对她心闻手 感觉怪怪人 男人则在听把闭咚了她 妈妈和儿子要约会 作为穿梭而来的作者大了 她一直将男主当作好大人 可穿成了会死女配 她也不得不抱紧男主大头 但青梅竹马的友情早就变了 不然她为什么闭咚她 她又为什么会脸龙 这时格伦问道 男人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那你又为什么会答应我的请求 她想一步步帮她看清内心 看清她心里 她的位置到底是什么 后天街上有个大型夜市 到时候我们见一面了 我想和你单独出去一趟 很快就到了夜市当天 此时的菲奥娜 已经没有了心余知识 她感觉他们像是要约会时 而已在门边等她许久 一语双关 菲奥娜 我一直在等 当夜幕降临 当月亮爬上天际 第一次感受到防伐街道的女人 一路上嗷嗷个不停 都跟人不小心撞到 她下意识扯过男人的事 格伦一惊 却没有回歉 这让女人很迷 你是觉得这是小孩才做的事 所以不好意思牵吗 那我放开你 她话音刚落 她就握解了她 不是那回事 可你牵手当然没问题 问题在于你 只是话说到这 格伦就怎么也不肯继续解释 只说等回去的时候再告诉她 之后俩人去看了夜市舞蹈秀 舞姬撩搏心弦的舞姿 仿佛就像此刻身旁笑音的女人 在撩搏着男人的心机 眼瞅着月亮都要藏进女里睡觉 回到府里 飞奥也困得直三次 看她迷糊着要下马车的 格伦先是她的口气 再是结果 你这样看着真让人不放弃 怎样女人一下精神 问她先前没说完 关于牵手的事 现在可以告诉她了 这次的格伦没有戴士 牵着你的时候 我对着女人多想 我不再只满足于牵手 我还想紧紧地抱着 甚至还想要触碰 我不是缺爱的可怜者 想做这些 都是因为对方是你 飞奥那听懂 呆呆地问知识表白 被痴情表白 女孩却慌了 她爹看出她的不对劲 问她昨晚跟男人出去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要么是被告白了 要么就是被伤了心 如果是前者 她倒无所谓 但要是后组 我就弄死她 在伪装成自然死亡 所有人都将格伦对她的爱人 看在眼里 唯独她 而又没人能告诉她 到底该怎么办呢 灵灵这个时候 男女主在互生情愫 想到昨晚格伦的话 我喜欢你飞奥 但你不用太有压力 你想考虑多久都没有关系 我是担心你被其他人抢走 才急着表白 女人趴在桌子上自我起 她忽然发现她很卑鄙 作为作者 她随便娘 就给了人物悲惨的一生去经历 而当她身临其境感到愧疚时 她又自以为是的对对方 可她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减少内心的最优 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喜欢上了伪善的她 真是太对不起了 想到这飞奥那觉得 她不能接受这份爱 尤其是如今黑暗来临 魔物也会变得更加凶残 想起了德伦的声音 她来得比想象中要快 既然如此 就趁热打铁 迅速甩掉她吧 于是非要那让她进来 她努力摆出一副高冷往进的门 问她有什么事吗 怎料男人边关门边锁门 还每期明约不想被亚伯妨碍了聊天 之后在女人开口拒绝情 她先发致认 我有什么让你讨厌的地方 长相或者性格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改 也都不会轻易放弃你 面对一个长得帅 还是皇子 并能迁就你所有的 女人真的想不到拒绝的礼物 也或许是这份勇情 在她那儿也早就变了 不然为什么看着男人她心闻 也说不出讽话 哪怕在穿书前 她对爱情的信任度紧 也从不认为爱是能走到最后的感情 如果我不能冷漠拒绝 那我是不是能如她所愿呢 因为我希望格伦幸福 接着就见非要那点气讲解 懒过她的肩 凑上她的脸颊落下影子 作者穿越近自己写的小说中 本该是死在男主手下的炮灰女 但此时她懒过她的肩 落下带有她味道的意味 她同意了她的表白 既然无法冷漠拒绝 那就选择坦人接受 好大儿正是晋升为狠队性 而突然能抱得美人 让格伦不仅心理关系 也践行着对女人的承认 只要靠近你 我就会情难自己 只是眼瞅着俩人的嘴 就要一起跃驾 门外哐哐的砸门声 打得他俩猝不及防 只听亚伯咆哮着 格伦 我知道你在里面 我输五下 立刻给我出来 被打断的男人哽怂 女人却手指倾放她的嘴唇 既然被打扰了 那这个吻就留到下次 可主角团的爱情 走上了正轨 反派们也该出来捣鬼 当晚皇太子 在请殿喝得烂嘴 她很难过 以前她是皇帝 爹爹爹唯一的宝贝尔 就等着爹死后继承大魂 但高调蹦出的格伦 抢了她所有的风头 就没有什么方法 能折磨一下她 皇太子将主意 打到了菲奥娜身上 她好像非常诈服那个女 那我就对她下手 虽然海伦公爵很讨厚 那我鸣枪一朵案件难逃 恰巧几日后 格伦和菲奥娜正逃情时 只见男人抓住女人的身 自然地送到嘴边 还就咪了一下说道 你别这么精密 我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那以后你送到我嘴边的东西 我都会吃的 这时是女传话 说公爵大人找小姐过去 原来亚伯要回海伦城 尽管她很担心她这一步 格伦和菲奥娜就危险 但她离开的时间够久 前线的战士们也需要她 捏着百费女儿的小脸 就算我不在这 你和格伦也不许做过分的事 至少在我入主前都不行 等料刚送走亚伯 回程的路上 骑士一开始还乐呵呵 突然就脸色一点 关上了小姐的车门 有人在靠近我们 小姐您千万不能从马车里走 这对夫妻都不是好惹 女人表面上是娇滴滴的贵族小姐 遭遇袭击时 为了确保她的安全 随从立即将她反锁在车上 但她却不被吹灰之力 就打开了车门 还轻轻抬了个手底 就雷电四起 屏蔽扎人 找到了全部的 这给自己人都看光了 小姐的魔法粉是这么低的 都不用她们出走她的嘴 而看着眼形唯一的活 女人则踩在她的大扑上 说 知识你的人是谁 不说我这想 在疼痛和至今受挫的双重打击下 小喽啰说了一个工作的名字 但委托人是谁她真不知道 眼看得不到更多的信息 招呼来心 你去调查下她说的工作 然后把她处理 心软会被人算起 若小则会丧命 这是菲奥娜跟在亚伯身边学到的第一课 之后她来到公司 负责人正在那闭幕眼皮 又被踢开的大门下的一只 接着就见一漂亮女人都远落 我叫菲奥娜 一听是四大贵族之 负责人赶紧记产妹又小心翼得我 不知您为何大驾光临 当得知她被自家拥工给偷死 还是来问委托人是谁是 负责人如坐针颤 她不敢说对方是谁 而她的赢 对菲奥娜来说已经足够 看来对方的身份比海龙家更小 她冲心腹使了个眼泽 心腹立刻会议 上去就揪住四个人的脑 踏踏往桌子上 我可以不追问是谁委托了 但下次再有 这是我希望你走失 透露点消息给我 没问题吧 而到了当天夜夜 男人正在睡觉 有人则爬上了她的窗 走进了她的房 看着她熟睡的眼 听说她杀掉了恶伦 还以为多厉害 真是害我摆几招 可就在她刀子落下之际 恶伦不仅坐起身 打掉了她的刀 你到底有多看不起我 还反将一军 想杀我的话 应该让菲奥娜海伦来 派你这种小虾米 真是耽误我睡觉 她真的是最悲催的男主 明明深爱着你 却始终上不了问 即便她答应了她的告诺 和她谈起了对象 但她还是会说 我也许很难和你一起走的最后 这晚不知道又是谁举办的模式 只见菲奥娜趴在阳台边 想着究竟是谁袭击的她们 现在故事的发展 完全和原作背道而止 让她有点慌 这时格伦拿着饮料出现 问她想什么呢 她那么出事 是前几天被偷袭的事吗 她也在查 查到是谁后绝不会轻扰 她边说颠摆弄着女人的头 可越是这样 她的心里越是痒痒的 于是顺势拉过她想要推开的手 将她紧紧抱在怀中 我喜欢你 你柔软又漂亮的头 就像蜘蛛丝一样牵引着我 菲奥娜让她不要紧 这会影响她整理思绪 怎料男人下影 靠在了她裸露的香肩上 还就瞇了眼 等 等一下 女人慌乱的后头 让格伦察觉到她失礼 对不起 你不喜欢这样 我以后就都不做 菲奥娜解释不是的 但她最近的确在思考 他们的尺度在哪里 要突破最后那道防线吗 她不排斥 毕竟这对情侣来说很正常 可格伦作为男主 躲得掉最后会爱上女主的父命 如果躲不掉 那她倒是还能潇洒放手 我害怕自己会越来越赞 想到这她留下那种 无法相伴到你 变先于看 她很矛盾她知道 这时身后传来的脚步声 她以为是格伦 却不想回头看去 竟是喳喳子黄太子 碍于规矩 她礼貌行 黄太子却鬼魅一行 我给你送的礼 还不知道合不合你心灵 她的话瞬间让女人懂 合着被刺开的人事 而还不懂她吭声 黄太子就淘气看得下 亚国公爵太不愿了 我觉得你还不错 要是你老实 只是她话没说完 手就被甩到一笔 我抱歉 我对虫子过敏 要论战斗力 非要那能恐怖六婆 在狗二人 至于黄太子 没受过之气 不仅缠上了她的身 还被地理派人去保驾 即便她是黄太子 有个皇帝当爸爸 女人照样也要把她打到怕 而男人不行还怒吼 我一定会让你受到惩罚 女人一整个笑哈哈 快去跟大伙包装吧 看到底会是谁丢人 这时她的中拳上线了 揪着黄太子的胳膊 问她在做什么 为了保住这丝的胳膊 非奥那拉走了格伦 临走前她奉劝了 没事勤学点点的话 才不至于挨打 之后再回城的马车上 格伦问非奥呢 为什么那家伙老是找她麻烦 这都第二次了 果然美女身边渣男多 接着她问提 是不是生气了 因为刚才在阳台的时候 她没等她 就先走了 我希望你别生气 我很害怕被你讨厌 在爱情这场游戏里 谁先动了情 谁动的情最多 谁就最卑微 而察觉到她低落情绪的非奥呢 我可以坐你身边吗 你能稍微向前俯一下身吗 然后只见她解开她的脸 巴拉着露出许死的几个 她竟也在上面揪咪了一口 格伦比心灵神 大气都不敢出 话浑身站立倒不行 是想折磨我 其实非奥那只是觉得你还不 这样就算扯平 但辽波浅心 没有一个缠绵翡翡 是不能被熄灭 天天女人救命 看着男人脸无忍耐的呗 她还挺开心 虽然她不能向她敞台全部信心 却真的拿她当最真心的 格伦也很好奇 内除我之外 你的幸福是什么 非奥那文言不由的握紧是 她的幸福也 她也不错 翻书之前 她幸福过 但自从来到这个世界 她就一直为了生死 已经想不出自己想要什么了 次日在参加普利举办的舞会之前 她需要先处理一下工作 魔物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让她很头大 看来黑暗正在侵蚀这个事情 而想要消灭 黑暗需要三个人 女主尤尼斯 男主西格伦 女配非奥那 黑暗没有具体的行李 所以必须有个能进步后的武器 原作中那个弃女是非奥那 女人心眼小得像真一样 男人砍了她一股 她也必须要过来 但次日给她梳洗的侍女吓到了 天哪小姐 明脖子上有被重钉过的痕迹 镜子前的非奥那立刻红了脸 这让她晚上还怎么见人呢 于是只好选择散发并带个项圈 而格伦却看得也都直了 称赞她最适合披着头发 真是美到了她的心里 女人听罢不禁埋怨了 都怪她 幸好是你年纪性 还不认识草莓是什么 顿时男人也害羞浅 但她只肯说下次主意 却绝口不提没下次 这时宴会的主人鼓励笑着你 感谢二位应邀出席 不过我可以跟菲奥娜小姐 单独聊聊吗 格伦满脸都写着她手 无奈她压根做不了主 而原本书中的两个大哥 是要在一起有什么事 原来鼓励被皇后逼婚逼击 她既不想嫁给扎死皇太子 又快要扛不住皇室的压谱 所以她向菲奥娜抛妇 结为同盟的橄榄枝 她会帮她稳定社交界的地理 她也要帮她反处跟坏亚 毕竟她亲眼见识了她的事 第一次是将她从皇太子手里救 第二次是果草魔物 忽然多了个盟友 菲奥娜还挺开心 格伦却不爽 我不想让菲奥娜小姐抢走 属于我们的世界 女人以为她在开玩笑 可以把这被拉入坏 我没有开玩笑 你可以试试 可我玩可比跟菲奥娜小姐玩也去 因为我会努力让你绝对有趣 格伦非常会利用她的优势 拿那张帅脸来迷惑你 此时的菲奥娜开始 当初那个阴影的褶 就脸红得纯真上去 只是她也不是失所 拉过男人的身 她在自己的小脸蛋上 仿佛是智软啪啪 验你摆弄的小王 果然男人遭不出 之后不管是回去的路人 还是化了衣服的羞 她的脑子 全是女人的人 以及她小脸蛋黄嫩的女人 可我 我还以为成为恋人 我会开心和懒惰 结果并不是 我想要的子不更低 我想看她笑 也想看她哭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萨的恶毒女配 因为不想跟渣男结婚 她就把渣男弄死 哪怕对方是尊贵的皇太子殿下 她也照样拉下马 她回到家 就收到了那丝的求婚书 被调戏纠缠 和被皇室正式下求婚书 根本不是一个level 哪怕她爹很尊重她 不强迫她 但没有正当的理由 她也根本无法拒绝 谷利先是想到找个假位婚书应急 可这是一辈子的大事 她爹劝她三思 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制造让她无法履行婚约的巨大 只是这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 谷利更犹豫了 她不想为了那么个渣子 毁掉自己辛苦维护的生命 明明她什么都没有做错 为什么要承担这种损失 不然她灵光一时 那让皇太子陷入丑门 非常巧的是另一个 非奥纳从属下那里活着 昨晚帝都的街道上 出现了一只魔物 按理说帝都不会有魔物入籍 因为初代圣女在这里设下了结局 再者说结界破裂 那也不会只闯进来一只魔物 这件事让非奥纳作为原作作者 发现她先前忽略掉了一个故事情节 那就是帝都存在非法竞技上的世界 魏族们会委托雇佣兵火捉魔物 再人为的将他们带进来 进行私下搏斗赌机 菲奥纳觉得可以好好利用下这件事 却不想又一次参加普利组织的舞会事 彼时对皇太子向女人求婚一时 已经人尽皆知 小姐们全都在恭喜普利 只有菲奥纳在论 你没事吧 普利叹了口气 不 我有事 你说如果想让一个人坠入深渊 应该怎么办呢 菲奥纳心想这不是有现成的客户 我有办法弄它 其实在原作中 是尤尼斯和格伦 解决了非法竞技场事件 那是比较靠后的剧情 但为了早点让皇太子下嫌 菲奥纳找到格伦 大致讲了下竞技场的事 并主张要尽快捣回她 男人很好奇 你怎么会知道这事的 你知道的是远比别人多 作者穿进自己写的小说里 就可以横着走了吗 答案不是的 就像菲奥纳想出掉底下的谢人皇太平 也得花心思设举狗着来 且她还不能表现出知道太多的样子 否则就会被怀疑 好比现在 庆幸这次提出疑问的是中犬格伦 尽管菲奥纳似乎在隐瞒着死 但看着她为能 她便不忍心再问下去 况且无论真相如何 正如菲奥纳说会站在她这一边 她也会站在她那一边 而说完她捏了捏女人的女 所以你就放宽心 直接进入你今天来找我的正题 只见菲奥纳脸上的红韵还未退去 我想查处非法竞技场的行事 让皇太子的口碑一落千尘 然而这个计划的前提 是得设法让皇太子出现在那 格伦不仅担心 这能实现吗 菲奥纳自信满满 那当然了 我可是有个很厉害的帮手 而这个帮手就是我 并且她也已经开始了心 最近她故意表现的乖乖 让皇太子放松几屁 等到时机差不多时 她就故意放了 听说首都也都可以看到无误的 但却不是谁都能死 只有被选中的人才 果然普信皇太子一提醒 那不就是专为我指挥的吗 再加上鼓力非常有信心 她要是去了 回来不得成为女人士 于是她毫不意外地上了楼 几天后 菲奥纳和格伦决定先去献成她 为了降低存在 女人特意把显眼的银化染成了 气质也从清朗变得温柔 把格伦离得不要不要 只是眼下她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 进入竞技场 猎奇的魔物表演 简直叫人不忍指示 然而越是暴力血系 观众的欢呼反应越高 其中竟有不少平日里的女主要的作用 这时格伦注意到了皇太子的事 她正跟一个男人亡人的房间 想必是又要开始作妖 尽管她的出现 代表菲奥纳的计划成功了 但同时也意味着 有皇太子当后台的竞技场 单凭她俩是动不了 必须借助其他贵族的利益 女人想到了大反派克罗 通常反派找反派 就为搞破坏 可女人竟是为了伸张正义 只见菲奥纳拿出个档案带 等克罗看了后 怎么样 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抓逃税的 没错 她知道男人最近在位财政活动 而她为了搞垮皇太子 手头正好有非法竞技场的逃税政治 这波双赢的合作 跟谁谁不行动 克罗忍不住嘴角上玩 我收到过很多贵族小姐的邀请 例如一起看喜剧《负者喝茶》 不过迄今为止 还是您的提议最让我闷了 就这样 菲奥纳成功拉了我克罗当帮手 但得知了女人真是没有整自己 努力有点小失落 却又一本正经地告诉菲奥纳 你大胆死了 我会支持你的 很快 菲奥纳便挑了个好日子 再次来到竞技场 准备给皇太子沉重一击 她先让手下在出入口待机 然后在表演刚刚开始时 为了防止无辜人被魔物伤到 她在观众席保护罩破碎前 以闪电击中魔物为讯号 提前开始了抓捕行动 一时间场内混乱不堪 贵族们都猛了 皇太子更是慌成了狗 毕竟她要是在这边带到 明天就指定上头领 这时她看到一人朝魔物走去 还以为那人疯了 怎料对方摘下头领 是她最熟悉也最不想看到的格伦士 她明白了 又是那家伙坏了自己的好事 可恶 我要杀了你 于是气急败坏的皇太子 要来了魔物仓库的钥匙 并放出了先前她让竞技场 从死亡之地找来的高级魔物 我让你重复自由 你就替我去把那个混蛋撕身所活剥了吗 但皇太子低估了格伦的战斗 虽然有些费技 男人却还是毫发无伤的配偶了魔物 只不过人家毕竟是高级 明明都被砍了这一块女人 然而在格伦准备对付其他小怪事 他竟又活了过 并张着血口大口朝男人喜剧 格伦发现的时候也还不及 就问你们爱不爱 一个近战战士 一个远程法师 遇到危险时 他们互相保护对方的后果 完美配合地击杀了魔物 属下直呼惊呆了老体 这俩人简直绝固 可下一秒格伦就飘了 我累了 不行了 要老婆亲亲才能 费奥娜嘴上说着别得寸警示 心里则乐开了花 属下却在这时通报 我们抓到竞技场的主人了 一看来的人是个小姑娘 男人心想吓唬吓唬吓唬 或许她就能问 于是还不等费奥娜 还问谁谁谁和某某 他们全是我的后果 你敢这么对我 将来一定会后悔 克洛操气本红默默记着 看样子是要把这些人都挡破 而男人剑提前面几位不管 正要爆出黄太子 结果对方就被抓了 不过他可不敢亮出来 只能一个进口无能盘 费奥娜等人也假装没任何 又是让他跪下 又是对他拳打脚踢 实现了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暴 别提多解疑 格伦还很复黑 在捏了个爽后 才摘下他的面子 哎呀 什么是你 大哥 你怎么在这种地方啊 黄太子托了 隔天他的丑闻就传遍了大街想象 皇帝暴跳如雷 大骂他这个恐怖自然 黄是你 从今天起 你别想踏出黄公里 自己在宫殿里好好尽头还行 就这样 带着屈辱与不甘 黄太子终于下陷 鼓励如愿以强地推掉了他的求婚 还得到了一大拨人的平起 看来我暂时得更好 克洛也不必再为财政发展 拿到了一大笔钱 只有格伦是不开心的 因为这是过分 他变得更受欢迎了 走到哪都被一大群小名类围着 关键是 菲奥娜竟然一点都不吃醋 这才是最让他瞒过的 可女人只是觉得 又不是小孩子 怎不能凡事都嫉妒 眼看再争下去 给他要逃钱 格伦转移了 对了 亚伯没有联系你 提到这 女人想起了昨晚收到的信 一个书中最恶毒的女反派 一个城府最深的男反派 为了穿梭而来的作者 他们竟要打起 我找菲奥娜小姐有事 不行 她很忙 而尽管菲奥娜也不想跟克洛单独对 但躲得了出一点多失误 却不曾想送走了普利 男人开门见山 菲奥娜小姐 您是人类吗 女人忙 你为什么突然问这种问题 克洛却神秘兮兮 既然我怀疑 又怎么会告诉你 菲奥娜一时间都无语 结果看他不回 克洛转身就死 我就当你默认了 菲奥娜满脑不问好 难道自己是副主的身份暴力吗 不过眼下最令他驼驼 还是手中皇室发来的公务 要他去讨伐死亡之地 那里的魔物就算主角光环的男人 应付起来都很吃力 更不要说菲奥娜这个批判 但好在他有先进之意 提早就拜托亚伯帮他调查 且不久前亚伯还在寄来的信中本事 他开了个小喽啰来帮菲奥娜 格伦顿时有点想吃醋 心想老婆身边又要多个奇怪的家伙 只是令他没想到的事 那人他居然认负 糟疤 大兄弟 我叫康特女人记 玩归玩 闹归闹 别拿拥兵之王开玩笑 听到男人的大门 菲奥娜 没想到这就是亚伯可军的小朋友 书中他是介于南阿克配族之境的朋友 却在被尤尼斯拒绝后兴醒了 想不到他现在成了他这个死态的 至于格伦 德在海伦城的时候就认识康特 得知菲奥娜吹风要带着这个大武器 他更不闹 只过他傻也没说 而是门声分析的意志 参与他任务 康特忍不住吐槽 却不想他家千斤中的大武器 居然大半夜的跑去 还对他投怀送抱